Hello,Sienta的车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是,一样是Sienta 然后安装的是KT Racing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这一台呢,有做了一些小小的基础改装 譬如说前面的引擎式拉杆 还有后下的拉杆 那其余的话,铝圈 还有一些周边的小小配件 那其余的话都是还是原厂的 Sienta 前面的话呢,已经装好了 Sienta的话呢,前面的避震器拆装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但是因为它的避震器上座在这里 如果要插上这个黑色的调整扭呢 就需要把这些的配件 雨刷、连杆还有上部的这些机构 把它拆掉 那如果正常维修的话 不是改装的话呢 就不需要拆那么多东西 只要把这颗螺丝拆掉 就能够把上座的机构把它卸下来 那Sienta的话 上座的话呢 跟我们之前KT的介绍的一些车种别不太一样 它上座的话是类似Yaris 或者是Swift 甚至是Fit 这些小车的机构 它的上座只有一颗轴绳 所以上座的话呢 就需要沿用原厂的轴绳跟橡皮 那手指头指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可以调整软硬 KT的话呢 软硬还有高低呢 都能调整 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做软硬的调整 顺时针转的话呢 那里有一个H 顺时针的话就是变硬 逆时针的话就是变软 在这里 它对焦对不到 从这个地方 那另外一边的话呢 也是在挡板的下方 前面的话 刚刚有提到过了 是沿用原厂的上座 然后下座的部分呢 它有一些固定扣距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ABS感应线的扣距 这个地方 然后油管的固定位置 这些都是跟原厂的位置是一样的 那这里有一个 里仔串 这个都沿用原厂的就可以了 前面的弹簧配置呢 这台要舒适一点 所以配置的话是 7公斤 后面的话是6公斤 那桶生可调的 避震器 它的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 自从这个托盘把它松开之后呢 蓝色的脚管往下延伸 长度变长 它的侧高就变高 这个地方往上挪呢 侧高就变低 所以它的调高跟调低 摊簧预载呢 都是不会变的 所以调高跟调低的感觉 承受感觉都是一样的 那里面的阻尼油 KT所选用的阻尼油 是意大利IP的阻尼油 是一整桶从意大利进口的 并不是在台湾在做混装的阻尼油 所以油品的品质呢 相当稳定 那里面的油封部分的话 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装好之后呢 就需要把这个地方把它选紧 那这一台预计的车高的话 前面是大概两指左右 原厂是大概四指 然后四指多 所以微降会降低 大概两指左右 这是Sienta的前面 前面就是一般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这Sienta的话 后面的后座是滑门的系统 所以上下车的话是很方便 那它的后面的悬吊系统 维修的时候也还蛮方便的 不用再拆椅子 但是我们需要呢 把它的后室盖 后室盖的话把它掀开 才有办法拆到后上座的几颗螺丝 这里有一个室盖 这个室盖呢 把它拆开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在这里 那一样要调整软硬的时候呢 从那个KT的旋钮 把它顺时针调整就是变硬 逆时针的话就会变软 后面的悬吊系统 Sienta的话呢 KT就有附上座了 所以不用再拆原厂的上座来使用 KT就有附一个上座 这是右后边 左后的话呢 一样是有一个维修盖 在这个地方 一样要调整阻尼的时候呢 顺时针就是变硬 像这样就是变硬 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逆时针呢 就是变软 像这样 往X的话 Soft就是变软 所以后座的Sienta的调整 相当方便了 后座滑门 上下车的话也很方便 而且开车门的时候 乘客对乘客跟后方来说 都是比较安全的 后面的悬吊系统 其实跟Artis还蛮像的 所以刚刚说的 那个KT的话有附一个上座嘛 那下方的脚管呢 长度的话也比Artis还要来得长一点 它的弹簧坐得比较大卷 所以会比较舒适一点 因为车重的话后轴有可能会载重较多 所以KT在弹簧的配置上的话呢 是配置了6公斤的弹簧 那本来还有多的那个多装的后下拉杆 后面的车高调整呢 一样是从筒身 筒身蓝色的蓝色的脚管上方 这个地方呢 一样双拍之后 我们把它的长度变长 车高就变高 所以这里的预载呢 都是不动的 所以车子高低 跟这里的预载也没有关系 那也就是说呢 车子调高跟调低整体的乘坐感觉 是一样的 是不会跑掉的 不会因为调高 弹簧压缩的比较多就比较硬 并不会这样 因为这个是靠筒身可调的机构 现在利烟器装好了 再把后下拉杆的部分呢 要把它复原 后面的话预计大概两指半左右 然后原厂的应该是四指多 等一下预计大概会做到后面两指半 前面的话是两指幅 这个还有装的那个自信车的车顶架 很实用很方便 这个车顶架也不便宜 这台车很实用 所以路上现在的能见度呢也是越来越高 原厂的配置是之前直播的那一台是配17寸 这一台是原厂的1856015寸的 之前直播的那一台是改了17寸的叉叉的铝圈 所以它的那个轮胎的外圆跟椰子板贴的很近 这处比较大 所以配起来还蛮好看的 前面的话已经雨刷 这个刚刚这个呢 雨刷还有雨刷连杆全部都要拆掉 那如果是原厂拆袖的话 就不用拆那么多东西的 但这个因为改装的 要装上部的调整机构 所以需要拆比较多的东西 现在这些都复原了 前面预计大概两指 两指后面大概两指半 这台1.8的没错吧 对1.8的 这是今年才刚交车的 18年款的 那如果因为这里是Cienta的版面 如果Cienta的车有呢 有对产品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跟我联络 或者是到KT Racing的粉丝团 询问都可以 你要上台了 1.8 18年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原厂的避震器好了 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 有几个地方是要沿用的 譬如说上座 这个是后面的避震器 所以后面的避震器呢 上座的话KT就有附了 都不需要再沿用 那前面的部分呢 他在原厂的上部 有一个指推轴层 指推轴层的上方呢 还有一个橡皮 所以这些零件呢 是需要沿用原厂的 其余的话KT就都有附了 前面的话准备要上台了 因为安装完成了 如果车友Xienta的车友 需要试程啊 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跟我联络 谢谢大家收看 下一次有机会再装到Xienta的话呢 会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谢谢 拜拜 谢谢